哈囉我是香香今天來介紹這個豪宅 這個豪宅是這個環環的房子 可以看到的外觀的樣式 他把這個下面的地板把它 飄高了是吧然後 這個樓梯上來之後可以看到這個窗簾 哇 這應該是我看過最漂亮的房子吧 還有這個魚缸放在這裡 魚缸還有魚 魚好像掛了 OK那anyway這邊還有一個鋼琴 沒有鋼琴 然後給這後面是像是一個走廊可以走到這是 工作間在這裡啊工作間 那旁邊的話就是透過這個欄杆的部分 你看他這裡面 讓他透過矮櫃來切換其他的箱子 那 OK我們再看一下他這邊進來的時候是這個客廳 兩個彈藥箱 客廳好大 而且還有這個小陽台 哇 下面什麼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小型廁所 這個設計還不錯 這上來之後 上來之後是 這是什麼 喔小型的霸台耶 對 喔 這一定要學起來啦 大台在這裡 而且他有超漂亮的燈呢我看看 你看 這視角不錯耶 飯廳的地方喔超大的燈 水晶吊燈好漂亮 那我上去看一下 這應該是臥房吧 這裡是喔這邊有個鋼琴啊 這麼有錢 應該是另外一個人的鋼琴吧 這裡呢這裡是OK這是他的小型臥室喔 加60耐久的床喔 這個建築物很有設計感 接下來我們要去 把這個房子給他拍起來做封面了 雖然說現在下的大雨 接下來呢我要去介紹另外一家房子 這家房子是森岩跟斐葉的房子 榮幸啊 這是榮幸 等一下一進來就兩個地雷 哇 地上有這個墊的地板 然後這裡是給大家吃東西喔這是什麼 鮮肉蛋餃 我剛才吃過了是吧 OK所以他的 進來呢就有好多的桌子可以吃東西然後這裡 喔這裡美麗的 寫紅蓉在這裡三隻喔 不過他是三明治的 小型 必須把這個油膩的部分給他去除 真是很有錢喔三隻喔 超難養的 進來就是一個玄關然後一個鋼琴的壇 哇這是招待朋友的地方喔 一個小型的廚房對吧 他用這個半矮牆把這個空間隔開喔 這個小豬好漂亮 你看他的燈燈在上面 他這樣採光就很好啊 左右兩邊都可以把這個 間隔區隔開來然後用燈來照明 應該廁所吧 兜滿櫃子的廁所這是 這個廁所應該有異味啊 哇滿滿的龍蝦大餐喔 OK這邊是一個小型的陽台給看到外面喔 這裡是 進來就是個辦公桌是吧 辦公桌然後工作台 OK然後一堆的櫃子 28個的櫃子 再上去應該就是房間啊 這裡是什麼 陽台 露天陽台是吧 這邊有 可以過嗎 這過不去喔 我們看一下外面好了 看一下樓上 在 這裡呢 應該就是他的臥室 小型臥室 小型臥室 還有他還有壁燈啊 這壁燈做得很好 OK那這個上去是什麼 他有角度的 不能直接往上 要轉過來 上去就是一個開放式空間 這應該就是 通往這個 通往這個陽台 來 他陽台好多喔 可以看到對面的房子 隨時可以瞭望 女友的家是嗎 因為他們是同居人 要瞭望同居人的家是吧 OK 那我們這個房子先交到這邊我們還要去介紹別的房子啊我們先的稍微看一下他這邊還有養這個 是耳吧還是鴨子啊 小豬 好anyway我們來拍張照吧 拍張照 OK再來就是另外一間房子啊 另外一間房子進來看看 這間就是 非夜的房子 所以剛才是森岩的 聽說他是室內設計師喔 難怪是沒有設計感 連桌子也蠻有設計感的 有點像熨斗 還是兩個高跟鞋 他也是有做這個半海牆 讓房子可以墊高 沒有掛氣球耶 原來可以這樣掛氣球的 哇超大的客廳耶 看了就想要坐在這裡 哇這應該有課了不少金喔這個 小豬窗簾那個我原本也想買 也太多了吧 這個view很好啊想要瞧 哪些角度來拍照 這是小型廁所 廁所可以幹嘛 OK就是小型廁所 上面有什麼東西啊 露天的 一上來就露天 而且還有這個欄杆去把它隔開 畫這個花盆 在想要在哪邊拍照 喔 是他的寶物 寶物箱都在這裡啊 全部都塞滿了這個 鐵牆炸彈 還有鐵捲門是吧 上去看看還有什麼 他的臥室在這裡啊 我原來地毯可以放在地上 我躺一下啊 啊床弄髒沒關係啊 倒一下鏡子 不顯you are full OK我們上去看一下 好多樓梯喔 這是陽台了吧 這是 吃蛋糕聊天的地方啊 晚上夜景應該不錯 他很多掛燈喔 挖燈挖在這裡 不開燈的話應該蠻漂亮的 上去看一下 飛眼走壁一下 你看 是這裡嗎 OK他全部都是這個 算是 23級的 屋頂喔 好啦跟他拍張照吧 拍張照 我們第4間房子是這個 Gay Byron跟Andy老的房子 咱們去看一下吧 一進門呢就看到一堆櫃子 櫃子也太多了吧 這個設計還不賴耶 他把這個陽台的 遮雨棚嗎 把它放到外面啊 這個櫃子也太多 不過他這個是有 有設計過的 他是有 把這個工作間 把它隔出來 其實還蠻方便的 兩層 不怕 不怕操家 對啊 你看這個設計很好耶 把旁邊這樣子 區個開來 然後中間是有做這個欄杆 這裡看一下 繞一圈看看 這邊是 暗崖牆的部分 哎呦這什麼 是工作台吧 這個有點像是 電梯 但是 一半的電梯 把它做隔間 這邊啊 不耶 不喔 中間這個是水池嗎 可惜沒有水 如果有水的話 一定很漂亮 這是走廊 進來呢旁邊又一堆沙發 他的武器都放在上面喔 不能惹他 不能招惹他老大 這邊上來是什麼 這邊上來是 哇 哇看 等一下我快沒電了 哈哈 我這個是一個客廳是吧 客廳還有喇叭 這算是 半開放式的空間喔 他樓層好像沒有很高 就是差不多一二樓的樣子 你看他這個是 一半的 半身電梯 的牆面把它割開 然後他就是一個工作間 這還蠻療癒的感覺 旁邊就是書櫃 OK所以他的電視 電視架放在後面是吧 然後 然後 你看這裡這是 這也是個隔間 這很像是那個書店喔 那個 哈哈 對啊這個桌子 來看一下 老派牛皮沙發 還蠻 舒適的耶 說的 說真的 做房子改成這樣子其實還蠻好看的 然後我們直接上去二樓看一下 電梯的地板有做貼紙 上來二樓就直接到到哪裡 會客室吧 很簡單的床啦 好嗎 他的床 上去 天台有什麼 天台就是個會客室吧 馬桶放在這裡 哈哈 啊這就是要休息一下啦 OK 沒問題 那這四棟房子的喜歡呢幫我按個讚啊 最喜歡哪一間的下方留言給我好吧那 今天這樣子啦 有 其他 不錯的房子的歡迎留言給我 然後 我再開小號去拜訪一下 先這樣囉拜拜 謝謝